哈喽 大家好 我是莫尹 现在我们来到福建占卜县这边 当地有种饮食习惯 喜欢把面粉和米做成的小吃 叫做果 然后有一种叫做面粉果小吃 它可以搭配各种菜吃的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上次我们在山桌迁城去拍摄 被太阳晒了脱皮了 今天我特意买了这个黄晒喷物的 这个黄晒喷物男士女士都能用的 它里面写的都是韩文的 我来喷一下吧 味道不是很重 味道不是很重 没有颜色的 淡淡的香味 来摄影师吃一点 阿龙面粉果 那个是大骨汤啊 对啊 一碗排骨一碗馅 对对对 它也要煮10块 10块 10块 这个原先刀削面 只是你手盘一片一片一块 对啊 你这边做的那个是手盘 一变起来好吃 你这开多少年了 快四个年 这个午餐比较多 还是晚餐比较多 午餐比较多 三口 然后 酸肉 虾 四瓜 排骨 花骨还有丸子 来吃一下 大骨汤 哇 等下呢 北方的 酒打汤 吃起来有点像吃豆瓣面 要排骨 好脏脏 汤 酸 脏脏 面粉狗吃完了 刚才老板娘跟她儿子一直在旁边 有点说不出话来 现在我们出来说的 给我感觉就是汤有点偏咸了一点点 其他都很好 而且它的配料比面粉狗还多 有排骨 有虾 有海粒 有花鸽 还有丝瓜 整体还蛮多 它这种面粉狗是当地一种饮食习惯吧 是用面粉螺成一片一片的 先吃着再试成一小片小片 我吃起来感觉是在吃西北刀削面 它又很像东北鲁打汤吧 我觉得值得推荐的 你们喜欢可以来试一下 那我们这期视频分享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帮忙点赞与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